詞曲 曲 李宗盛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因為我們常常會講福音書 福音書我們就會講馬太馬卡路加 約翰 甚至有人把約翰福音 就跟所謂的福音對關是不相干 他是製成一個 約翰福音 那但是我們一般在神學的立場來講 他還是會把它弄在一起 因為馬太他在講 水月書是君王 他是獅子 用獅子來表達萬獸之王 那馬可是講牛 路加講人 約翰講鷹 說說我們都動物園一樣 連鷹連絲連牛 那個只是以神學的立場來講 他會用這些觀念來告訴我們 那因為不管是鷹還是絲還是牛 甚至是人 其實在聖經裡面都有它的意思存在 那馬太文就是在講萬王之王 那我們可以參閱 這是我小弟指定 就是我們用蔡梅西傳到 所著作的這個馬太福音這一本 做我們這一次講集會的一個參閱 那我們可以翻開28頁 我們參閱他的大綱 他總共分成七個部分 按照馬太福音的第一章到28章 他把它切割成七個部分 那我們大概 因為剛才只是講 我們其實對馬太福音也有相對的 相對的認知是有一些的 比一般信徒還多 所以我們對馬太福音並不陌生 那現在我們既然是講集會 我們就把它整體來看 就是馬太福音整個28章 透過蔡傳道的一個著作 我們大概來說明一下 他分成七部分 一章到第三章 那是大約 一章第三章 就是隱言 我們講就是隱言 整個馬太福音的隱言 隱言裡面有講到家譜 講到主耶穌 從聖靈懷孕 然後是從聖靈 透過瑪利亞把它生下來的 然後之後 就是東方博士 其實他是看到啟示 看到啟示 特別從東方跑到 迦南這個地方 以色列這個地方 來看這個所謂的救主 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然後也藉著博士所奉獻的這些東西 讓主耶穌他們要 就是他爸爸媽媽還有他要逃到埃及 做個盤禪 那也是神安排的 然後隱言的最後一部分就是 施洗耶穌的傳道 就是施洗耶穌 他是主耶穌的開路先鋒 所以馬太福音就寄到到三章十二節 施洗耶穌的工作就到此為止 接著下來就是主耶穌的工作 所以馬太福音的 一開始主耶穌就說 天國盡了你們應當悔改 就是講 所以主耶穌就開始傳福音了 所以第二部分就是從第三章的下半段開始講 那主耶穌剛出來傳福音的是在加利利 就是北邊 以嘉南地來講就是北邊 從那裡開始傳福音 那主耶穌要出來傳福音之前 其實他有受到操練 就是從第四章開始 魔鬼來試探他 他禁食四十週夜 然後魔鬼就來了 那當然主耶穌是勝過他 勝過 所以 也因為 所以讓我們知道 主耶穌要出來傳福音之前 其實他也想 第一個他要裝備自己 第二個他要受到考驗 所以 那也同時我們從靈界來講 其實魔鬼也很清楚 今天主耶穌已經出現了 就是人類的救主 所以他要破壞 你可以從福音書裡面去看 魔鬼處處死死 都是要破壞 那個主耶穌的救人計畫 整個福音書就是這樣講 所以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這些人會導彈 那些人會控告 最後主耶穌就被 被自己的學生出賣掉 然後被判死刑 被定時自駕 就是這樣來了 那這個全部都是魔鬼的作為 魔鬼沒有想到說 他的 原來 我們的神 我們的救主耶穌 他要完成救恩計畫 是魔鬼沒有想到的 如果魔鬼想到說 主耶穌會用死這件 死亡這件事情 來完成救恩 他大概不會把主耶穌弄死 他就讓主耶穌不要死 救恩就沒有完成 他就不會 魔鬼就不會利用猶大去出賣耶穌 問題是魔鬼沒有那麼厲害 還是 那個神 我們的神 我們主耶穌還是 在智慧上 還是勝他一籌 所以 聖經後來講過了 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主耶穌敗壞了死權 死亡的權 死權 他沒有被死拘禁 一般人死了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但是 主耶穌死了之後 他又復活了 這個 魔鬼沒有料到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 從第二部分 主耶穌要傳福音 是從加利利 開始 然後他出去之前 發生了哪些事情 然後包括 選召 他的學生 後來我們所謂的十二個 十二個門徒 然後就帶著學生 出去傳福音 而且 在這個 第二段 第二部分 從第三章 一直到第七章 他裡面有談到幾個 所謂的天國的福音 所謂的天國的福音 從第五章開始 從八福開始講 從八福 一直講到第七章 結束 這個都是在講 基本天國的福音 有人還跟 還 還進一步講 因為我們今天的人 常常會用我們今天的話去講說 那叫做 天國憲章 我們說 中華民國有憲法 這個也有 他的意思是 就是重要的 重要的道理 還有基礎的道理 就在 從第三章 到第七章這一段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 有很多主耶穌講的 古人說什麼 不可以殺人 那主耶穌說不是不可以殺人而已 是不可以恨人 因為恨人就是殺人 就是在講這些道理 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主耶穌就開始行神祭啟示 就是表達 他是神 他是王 他是神 他是王 所以他才會 這裡才會寫的 從第八章 到第九章 寫了幾個 主耶穌所行的神祭啟示 再來第四個部分 主耶穌開始傳道 就是開始傳福音 開始傳道 所以他講了 從第十章開始 他就開始講 講一些福音的道理 得救的道理 從這裡開始 主耶穌的傳道跟教訓 其實他應該是叫做教導 主耶穌去傳福音 而且還教導 尤其信耶穌的人 或是跟從他的人 你們在這個信仰的歷程當中 你們要怎麼做 所以其中裡面才有 啥種的比喻 那啥種的比喻 我們都知道是七個 其實它裡面有相當 相當精彩的一個部分 那問題是 啥種比喻 我們聽太多了 這個十三章 這七個比喻 我們聽太多 對啦沒有錯 可是你有發現嗎 每 每一個人在講 十三章的時候 的 講法不大一樣 不大一樣 這是很特別的 同樣這些東西 同樣這些內容 我們不要說其他 其他的人 包括我們在耶穌教的人 都一樣 這個傳道講的 跟那個傳道講的 跟那個長老講的 也不一樣 他的著眼點不一樣 我們也不要說他誰對誰錯 他們在解釋這個 第十三章的時候 他們的著眼點在哪裡 所以我們如果有機會 我們這一次也再聽一次 這個是第四個部分 所以 這個整個第四個部分 是比較多 就是整個馬太福音 他佔了比較多的部分 偏幅 一到七 七個部分 所以第四部分 當然是中間 所以從 第十章 然後一直到二十章 然後在第五部分 就主耶穌進入聖城 為什麼 因為他在收網了 主耶穌已經在收網了 他已經要充容救死 所以你看到第五部分的時候 主耶穌進入所謂的聖城 叫做耶路撒難 然後在這裡當中 你看主耶穌講了多少的 多少的比喻 從二十章開始 然後最後 最後第六部分 所以我們剛才有看過 在第三個部分是講神蹟 在第五個部分是講比喻 很多比喻 那第六部分 主耶穌後來就真的被抓了 因為猶大出賣他 因為總是有一個人出來做見證 不管那個見證是真的見證 還是假見證 因為那個時代就是這個樣 總是有一個人 第一個人要拿石頭先丟 拿第一個石頭先丟 那猶大就是丟第一個石頭 所以主耶穌就被抓 然後他就去做見證 猶大做見證 所以主耶穌就被判死刑 被公會判死刑 然後因為當時是 以色列是羅馬政府所殖民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不能執行死刑 所以雖然公會判他死刑 但是執行 死刑還是要羅馬政府 所以才有巡弦比喇多這個人物跑出來 因為他是代表羅馬政府在整個 加南 以色列這個地方 他最大 他收了算 所以主耶穌最後就是在 巡弦比拉多的監視之下被判死刑 雖然巡弦比拉多一直強調 包括他的老婆 說這個藝人的事你不要去管 但是你不出聲也不行 他雖然沒有管 他說這個人我審判之後發現他沒有什麼罪 所以他想說用另外一種方式來 來米平 米平當時這些猶太人的一個反彈 因為猶太人對主耶穌很討厭 所以巡弦比拉多本來想借著這個機會說 不然我們有一個例子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釋放一個人 那不然我們就釋放那個耶穌 結果那些猶太人說沒有 把他定十字架 可以釋放別人就是不能釋放耶穌 你看他連百姓都很討厭耶穌 就是主耶穌就這樣被判死刑 被定十字架 這是第六部分 主耶穌被捉被審判被受難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主耶穌復活 那是最重要的 其實後面28章就最重要了 所以因為哥林多前書第15章 他有說如果沒有復活的事 像剛才指示講的 撒都該人說沒有復活的事 這開玩笑這個叫做異端耶 這叫做異端耶 所以保羅就講嘛 在哥林多前書15章 他如果沒有死人復活這種事情 那我們的信耶穌就是枉然 意思就是我們不要信耶穌啦 那聖經是假的 這種信仰是詐騙集團 就不用了謝謝 那問題是有啊 主耶穌是從十里復活的第一個人 就是出手的狗子嘛 第一個 所以有死人復活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吧 我們每逢在領受聖餐的時候 講聖餐的道理一定會引用 約翰福音第六章 約翰福音第六章 從53節看到57節這一段 好 他說53節開始 他說我們領受聖餐 就有復活的盼望 在末日主耶穌要叫我們復活 這個叫做復活的盼望 所以為什麼要領受聖餐 你才有復活的盼望 人死了如果沒有復活就完了嘛 就真的一了百了 不是一了百了就算了 就是直接下地獄嘛 好 你還是要復活 因為聖經有講嘛 在貼少人一家前書4章13節到17節 人死後 就到樂園嘛 暫時休息嘛 等到末字號筒催響的時候 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使人要呼我改變成靈體 然後直接升天嘛 那一段不是寫得很精彩嗎 那活著的人就直接被 從肉體直接改變成靈體 而且升天啊 那主耶穌從天而降 我們在空中遺族相遇 那個都是 那時候很精彩的 比電影還精彩 我也在想 不知道哪一個人比較有幸 可以存留到那一天 可是不要忘記 你要 你要 那一天要看到這麼精彩的畫面 你要先經過一段 受難 就是 非常的 逼迫 因為馬太威二十四章就是這樣講 你還要經過這個 非常大的逼迫 如果 當然那個時間很短 主耶穌說 那個日子都不減少 連選民都迷惑了 過不了關 所以 那個大逼迫一來的時候 會很短的時間 但是很短的時間當中 會很辛苦 辛苦到什麼程度 各個別照顧自己 各別照顧自己 所以二十四章 馬太威二十四章 接著下這二十五章 五個童女的比 四個童女的比例 五字五魚 這表示什麼 就是準備 就是五字五魚 所以 當人家說 新郎來的時候 那個愚昧的 那五個童女說 怎麼 怎麼忽然 完蛋了 那個 有 快晚了 所以跟那個 五個 有準備 的童女 說 不然你 分一點給我好嗎 他說不可能的事情 我自己就要不夠了 要不然自己去中油家 我說沒有 表示什麼 那個 大逼迫的時間 的時候 你是你 我是我 欸 傳到你怎麼 那麼沒有愛心 對不起就是這麼 沒有愛心 你自己能夠顧好 就已經不錯了 還要顧別人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 在二十四章裡面 強調要 預備要警醒 有沒有 主耶穌在二十四章講什麼 末世預兆啊 什麼叫預兆 就現象啊 在末 就主耶穌要再來之前 會發生哪些現象嗎 第一個 就是宗教信仰 宗教現象 再來社會現象 再來政權現象 就是政治 再來就是我們 真教會 就是 我們神的教會的現象 我們教會發生什麼 兩極化 彼此恨怒 彼此嫌怒 彼此嫌怒 二十四章第十節 就是這樣講 馬太輝 所以我們教會 到最後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以後在教會裡面 亂七八糟的時候 不要感到奇怪啦 自己穩定就好了 不要說啊 教會已經沒有用了 墮落了 對本來就墮落啊 有一部分的人會墮落 兩極化嘛 教會就是兩極化 其實現在都慢慢 你都看得出來 教會是兩極的啦 有時候講比較確實的時候 教會想說 要傳到你怎麼在奉絕書 在台上這樣講 不然要怎麼講 不然什麼叫兩極化 同一件事情 為什麼你贊成我反對 好 不是同一件事情 不是不能討論 不是不能贊成 不是不能反對 問題是 贊成跟反對的人 會互相攻擊 這個就是 馬太文明二十四章第十節說的 彼此恨怒彼此陷害 這個才是 不是事情不能有兩極化的看法 啊不然開會要幹嘛 開會就是要 你的意見跟我的意見不同嘛 尤其是我說是 這兩極嘛 差太多了 但是沒有關係啊 可以妥協嘛 可以怎麼處理嘛 可是 如果按照 馬太文二十四章第十節說 就不是囉 不但是兩極是 哇 劍拔如章 那是不一樣的 主耶穌已經說過了 到時候我們 神的教會就是變成這樣 所以愛心沒有了嘛 不法的是增加 不法的是不是只有社會上的不法 連教會都一樣耶 你說啊怎麼會這樣 啊對啊 傳道為什麼吸毒 你沒有看到奇怪嗎 欸 真的說傳道傳到台灣快一百年 竟然有這種傳道 吸毒耶 同性戀耶 這不是不華嗎 可以講嗎 當然要講啊 啊 所以這樣 所以你看到主耶穌在講的預言 真的是出現嘛 出現 所以不要太緊張也不要太認為說 怎麼會是這麼over 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末世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不華的事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 接著下來就要福音傳遍天下 接著下來就說 以色列人要信耶穌 接著下來就大逼迫 接著下來就主耶穌再來了 這是有順序的 雖然主耶穌跟我們講說 他來了像賊一樣 不知不覺他就來了 問題是 其實主耶穌已經跟我們講了 他來了之前會發生這些事情 那你就一個一個去對照啊 你一個一個去對照 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真的主耶穌在門口了 不然有時候我們 從信耶穌開始 其實從第一世紀開始 馬太武尼比尼爾寫啊 夏天進了 主耶穌在門口了 你看從第一世紀說 主耶穌快要來了 現在已經二十一世紀了 主耶穌還沒有來 奇怪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當然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聖經講嘛 彼得也說了嘛 神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因為在神的立場 神過去沒有未來 神只有現在 人才有過去才有未來 所以神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那神為什麼單年不來 主耶穌為什麼單年不來 因為他寬容嘛 他希望現在的人能夠悔改 包括我們信耶穌的人 不要掛保證 信耶穌不要掛保證 你得救了 如果得救的話 那我們今天還要參加這個幹嘛 不用啊 受洗得聖領就好了 回家睡覺不是嗎 這個就是我們最信仰的看法 所以從馬太福音 我們從菜傳道的這個著作裡面 我們借用他的分段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看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 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 第一節 一直到第 第十七節 他在講耶穌的家譜 你可以去對照 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二節以下 一樣在講耶穌的家譜 路加福音講耶穌的家譜 是從耶穌開始講 講到亞當 馬太福音講耶穌的家譜 是從亞伯拉罕講到耶穌 哪裡不一樣 除了那個相反以外 除了相反以外 從耶穌講到亞當 從亞伯拉罕講到耶穌 從相反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不一樣的什麼 路加福音是從亞當開始說 就是講到亞當 馬太福音是從亞伯拉罕開始講 沒有講到前面 那如果談到家譜 你可以去對照 歷代至上第一章 從第一章第一節開始 他整個都講家譜 歷代至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他在講家譜 很詳細的講家譜 可是你發現 馬太福音是從亞伯拉罕開始講 為什麼 因為從亞伯拉罕開始 神 用人的立場來看 神啟動 神啟動 救恩計畫 神啟動救恩動作 我們來看 為什麼 馬太福音的耶穌的家譜 從亞伯拉罕開始講 你難道看到這裡 沒有想到說 耶穌的家譜怎麼從 從亞伯拉罕開始講呢 因為第一章第一節 他只是告訴我們 亞伯拉罕的後裔 大衛的子孫 耶穌基督的家譜 亞伯拉罕的後裔 他前面不講耶 為什麼 因為神在亞伯拉罕99歲的時候 神 就跟他講了 應許了 我們看一下 創世紀17章 第六節 創世紀17章 創世紀17章 第六節 我必叫你 我必使你的後裔极其繁多 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亞伯拉罕在99歲的時候 神像再次向他顯現 然後告訴他 第一個改你的名字 從亞伯拉罕改為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是甚麼 叫做尊貴之父 亞伯拉罕叫做多國之父 所以改名字 第二個應許 應許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我們要 如果創世紀我們夠了解的時候 你會發現從17章前面 應該是從創世紀12章 一直到16章 在講甚麼 神一直跟亞伯拉罕 強調應許兩件事 第一個 你的子孫不計其數 所以13章那邊說 神跟亞伯拉罕說 你的子孫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叫做不計其數 15章那邊神告訴亞伯拉罕說 你的子孫像天上的星星那樣多 不計其數 再來 一樣創世紀13章 這個佳蘭地要賜給你和你的後遺 直到永遠 到了第15章還是一樣 神還讓亞伯拉沉睡 然後在他沉睡的時候 讓他看到異象 在做異夢看異象 然後告訴他 你的後遺要聚集在別人的地方 400年到第四代才回來 為什麼 因為亞伯拉罕就是佳蘭人 罪惡還沒有滿意 所以我們後來才知道 出埃及祭就講了吧 他們在 他們出埃及祭的 出埃及的時候 是已經過了430年 就出埃及了 摩西把他帶到約旦河東 然後耶穌亞帶領他們進入 從中部開始打仗 然後打南部再打北部 打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把亞伯利人 或是佳蘭人 這些佳蘭人全部趕出去 所以後來耶穌亞累了 耶穌亞說 我累了 我已經老了 我年紀老邁 我沒有辦法了 帶你們去再繼續打仗 所以現在土地分好了 那個耶穌亞從第13章開始分地 分好的說 你們分到自己的地方 如果那個還有亞伯利人 還有佳蘭七族的人 你要自己處理 要嘛就把他殺掉 要嘛就把他趕出去 結果有嗎 沒有 留下來做苦工 不用錢的外勞啊 很好用啊 這就是完蛋的地方 便宜行事 所以後來為什麼 以色列後來變成分類什麼 南北朝 變成 北朝被亞術所滅 南朝被巴比人所滅 你看怎麼國家弄成這個樣子的 那當初不是神一而再再而三的 透過 不管是透過摩西 不管透過耶穌亞都是這樣啊 耶穌亞後來老的不是講嗎 他說我 至於我和我的家 必定侍奉耶和華 那你們要侍奉什麼神 我沒有意見 你們要侍奉那個 加勒底的烏爾的那個神 還是要侍奉你們去埃及那個神 還是要侍奉耶和華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跟我的家 必定侍奉耶和華 宣誓嘛 因為耶穌亞是Leader 他是領導者 他宣誓 他向全國百姓宣誓 你們要拜哪一個神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要拜我的神 耶和華 這樣 其實 那個是起了一種 引導作用 所以隨口大教 當然是跟他一樣嘛 跟他一樣是嘴巴講 後來又真的跟他一樣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就像我們今天一樣嘛 我們信耶穌要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你要怎麼樣 靈修要怎麼做聖功 怎麼奉獻 有嗎 沒有每一個人都這樣嘛 但是每一個人都聽一樣的道理 但是行出來是不一樣的 所以信仰是很個人化的 信仰是很個人化的 這個就是 為什麼馬太福音的家 耶穌的家僕 是從亞伯拉罕開始 因為真的開始啟動 救恩計畫就從這裡開始 在亞伯拉罕99歲的神上 向他顯現 然後很明確的告訴他 已經不講前面了喔 前面講兩個應許 他在亞伯拉罕99歲 沒有了 他在亞伯拉罕9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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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這裡是講 國度 就神的國度 君王 當然是指耶穌基督 所以照理來講 從亞伯拉罕開始 他就知道 他的子孫裡面 有一個救主 就是這裡啊 君王啊 所以馬太福音 為什麼要講 萬王之王 所以在約翰福音17章 就是這樣講 主耶穌不是被抓去 被彼拉罕嗎 也要來問他 說你是王嗎 他說我不是這個世界上的王 我是萬王之王 所以馬太福音是在講 主耶穌就是我們的君王 是萬王之王 不是世界上的王 所以從亞伯拉罕開始 就啟動這個救恩計畫 所以才會 馬太福音 因為他講耶穌是王嘛 所以才會 從亞伯拉罕開始介紹 所以你從 馬太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節 你要去 串聯到 創世紀17章第六節這一段 這個是有串聯的 從創世紀17章第六節 就已經得到啟示了 亞伯拉罕 已經得到啟示 所以馬太福音就從亞伯拉罕開始算 前面都沒有再算 這是第一個 耶穌家福的第一個特色 第一個 從亞伯拉罕開始算 第二個 耶穌的家福裡面很特別 照理來講 你如果去對照 歷代至上第五章 第一章一直下去那個家福 就是從亞伯拉罕開始的家福 還是去對照創世紀裡面的家福 創世紀包括創世紀的第五章 包括創世紀的第五章 還有第四章 第十一章 尤其十一章第十節那裡 那都是家福 可是你從那些的家福當中去對照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說 馬太文這些家福的人名不大一樣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在 因為馬太文這些家福 你的名字在裡面包括女性 包括什麼 巴士巴 包括什麼 路德 包括什麼 拉荷 包括瑪莉亞 這是女性 都榜上有名 那我們就發現說 原來這個 馬太文裡面的耶穌的家福裡面 有些人就排除掉了 沒有你的名字 在神的救恩計畫當中 沒有你的名字 就是 要來一起幫忙 就是你跟神的救恩計畫有關係的 有關係都列明在這裡 好 那我們來看 第一個 第二節開始 亞伯蘭生以撒 我們都很清楚 以撒生雅各 OK 以撒是當時生以撒跟以撒 跟雅各 以撒後來沒有 神捲捲雅各 再來雅各生 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兄弟 問題是 十二個兄弟當中 神捲捲了猶大 神捲捲猶大 所以你去看創世紀第49章的時候 他的十二個孩子當中 兩個被祝福 就是 約瑟跟猶大 那約瑟被爸爸祝福之後 長子的名分 所以你繼續看那個 歷代至上 第五章第一節 第二節就要看了 第一章 五章歷代至上 五章一二三 你就要看 他有特別 特別 特別 產名 那個約瑟 也就是在猶太人的歷史當中 約瑟就是長子 約瑟是長子 那因為在創世紀49章 那個 以流變長子的名分被刷掉了 不得居所謂 這是他老爸說的 被老爸咒詛 所以約瑟是被爸爸祝福 長子的名分 得到雙倍福分 那猶大呢 得到政權 如果以現在來講 你認為哪一個祝福比較大 當然猶大 好 那問題來了 請問猶大的表現有比約瑟更好嗎 沒有啊 看不出來 你看那個整個很故意喔 這個 這個模型很故意 因為 創世紀是摩西所編寫 所編輯的 不是他寫的 創世紀不是他寫的 創世紀不是他寫的 創世紀是他編輯的 他去找一些資料把它逗成 所以齁 那個創世紀是拼圖 是拼 拼裝車 創世紀是拼裝車 不是摩西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寫 沒有 他是把一些資料把它拿出來 然後逗 就逗成現在我們五十章 是這樣鬥出來 就要拼起來的 拼圖耶 創世紀是拼圖耶 不像初愛奇跡說 哇一個人在那邊慢慢寫慢慢寫 所以不一樣的耶 所以我們看到 你看第二寫就長到猶大 雅各生十二個孩子 這裡也寫啊 可是只有選選猶大 所以猶大比較有福氣 得到政權 所以你看嘛 後來不是說大衛嗎耶穌嗎 都是猶大自派的 都是猶大自派 從以色列他們開始有國王 第一個國王是誰 扫羅 哪一個自派 扁亞民 好南北朝分類的時候 北朝第二個王叫 阿羅波安 哪一個自派的 以法連 以法連是不是 約瑟的孩子 那約瑟是長子耶 所以約瑟分的產業比較多 你看嘛 一直到他的孩子 約旦河都馬來西 約旦河是馬來西 還有以法連 他一分三分耶 不是兩分而已耶 約瑟啦 他是長子 那猶大他是得到王權 所以從大衛開始 少了再來就是 就是大衛了嘛 大衛所羅門嘛 那所羅門當然 他的兒子 羅波安跟耶羅波安就分裂 那所以南朝的 南朝的每一個王 都是正派的 都是正派 都是猶大自派 而且是 一脈相傳 不管這個人好不好 就是一脈相傳 那北朝不是 北朝都是串位的 這個人做不好 神就要故意叫一個人起來串位 所以 北朝的國王是 通通不是猶大自派 南朝 都是猶大自派 這就是大衛的子孫 大衛王朝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現象 猶大他得到王權 所以他在耶穌的家谷當中 佔有一席之地 榜上有名 這是第二個特色 第三個特色就是第三節開始 猶大從他馬是生法勒斯 和謝拉 就雙胞胎 好 那這個很特別 猶大在三十八章 創世紀三十八章裡面是什麼 醜陌的事 偏偏 這個三十八章前面三十七章 是講約瑟被賣到波提瓦的家 三十九章 約瑟在 還沒有被賣 約瑟到三十七章是 約瑟在他的家被 十個哥哥排擠 最後被賣掉了 然後直接跳到三十九章 他就被賣到 埃及的波提瓦的家中 當奴仆 那三十八章 就安插了 安插猶大四季 那猶大做什麼 跟他馬是同房 很巧 雙胞胎 那在三十八章二十六節 那個 猶大知道 他是跟 他的 他的媳婦 肚子裡面是他的孩子 他說從此以後 我不再與他同情 所以整個三十八章二十六節 我們看得到 猶大雖然做錯了 可是他知錯認錯改錯 今天聖經很重要 就是這個關鍵 所以我常常透過聖經告訴大家 今天不管你做錯什麼錯誤的事 多大的錯 回頭是案 那至於神怎麼會 怎麼聯名你 怎麼赦免你 那跟我無關 不是我今天這樣講 你回頭就有用 沒有 為什麼 雅哈王 後來最後 以利亞不是來警告他嗎 說你們這個家 因為喇伯事件 神很不高興 所以你們這個家 不得好死 欸 雅哈王竟然聽進去 就自卑 就自卑了 所以神就跟以利亞說 這個人不錯喔 你去警告他之後 他會自卑 所以這樣好了 他在生前 這些災禍不要臨到他 就不要讓他親眼看到他們家 他的家人不得好死 等到他死掉之後 這個災難才臨到他家 他們家全家才不得好死 好 這也是神的憐悯 但是神有赦免他們的罪嗎 沒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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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以為說 我們怎麼悔改 沒有 我們只是期待 所以雅各書二章十三節 我們去年講過的二章十三節 聯名原是向審判誇身 這個就是我們要記得神的聯名 所以尤大叔也是一樣講 尤大叔二十節二十一節二十二節 就是這樣 仰望神的聯名 所以我們今天 不管你現在表現得如何 我們要期待審判那一天 我們的主耶穌是高高舉舉 輕輕放下 我們期待是這樣 就是神的聯名 好 這個就是 那個 第三個 我要講第三個 尤大從他馬是生了雙胞胎 那這個雙胞胎當中 神卷選誰 卷選了法勒斯 因為他雙胞胎是法勒斯跟謝拉 可是神是卷選法勒斯 然後法勒斯再生 我們現在講第三個重點 女性 第一個 他馬是 再來 我們看那個 第五節 波瓦斯從路德式 第二個女性 第三個 就是第六節 中間 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 生所羅門 就是巴士巴 生了所羅門 第三個女性 再來就是馬利亞 我們看最後 那個第十六節 好 這是第三個特色 好 那我要知道 這些女性 如果你說路德 路德 路德是摩押人 路德是摩押禮子 為什麼要強調摩押禮子 摩押人跟亞門人 是不得進耶和華的會 他是被咒詛的族類 因為摩押人跟亞門 是在創世紀十九章 羅德跟他兩個女兒 大女兒跟小女兒所生的孩子 所以摩押人跟亞門人 就是淫亂的孩子 所以一開始是不能進耶和華的會 結果因為路德的表現 他表現什麼 表現在信仰上 他的婆婆拿惡迷 全舉家移民到摩押 沒有想到三個男人都死光了 剩下三個寡婦 大嫂已經離開了 拿惡迷 跟路德講說 你要跟你大嫂一樣回去吧 回去你娘家 找一個好老公再嫁 不要嫁我這個阿婆 沒有辦法再生孩子 讓你當丈夫了 苦勸她回去 路德說沒有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欸 什麼叫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就是信仰 同樣兩個媳婦 在拿惡迷身上 路德竟然從拿惡迷身上看到 拿惡迷所拜的神 是真神 同時他願意付出一切代價 那大嫂就不一樣了 對對對 你們家也沒有懶人了 我趕快離開 同樣啊 同樣當媳婦 同樣看到的情景都一樣 可是一個是 一個願意留下來 一個不要 好 而且我們要知道 路德跟的拿惡迷是受苦的 真的受苦 所以他們一回到 回到 柏利恆的時候 什麼一無所有啊 什麼都沒有啊 所以 路德才要去撿賣稅 是這樣 死賣稅 就這樣來的啊 他是因為省的 省的一個安排 所以他變成波瓦斯的太太 所以就從 波瓦斯 這裡講 從 波瓦斯從路德生 路德是生了俄貝德 俄貝德生耶錫 耶錫就是 大衛的爸爸 好 這是第三個特色 從女性 再來第四個特色 特別講到大衛王 特別講到大衛王 你有看到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人名喔 欸 怎麼偏偏寫個大衛王 你說解大衛就好了 寫大衛王 因為大衛這個人也是 很特殊的人物啦 如果以今天來講 請問大衛犯了幾條罪 淫亂借刀殺人 淫亂借刀殺人 搶奪人家的妻子 開完這十戒裡面 他都幾戒啦 所以有很多人那個 不是很多人啊 那些患死罪的 他們就是這樣啊 用大衛來做例子 說他都沒事 他合神心力的人啊 好我們先休息 一起摸倒